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衝擊之下 不少基層家庭的生計都大受影響 有見及此 醫護行者推出衣食同行計劃 唯有需要家庭提供短期營養食物支援 健康資訊 營養和健康資訊服務 幫助他們提升對健康飲食的認知和營養攝取 促進健康 高小姐帶兩個女兒到醫護行社區藥房買藥 你好 高小姐 有甚麼幫到你 你好 我想買藥 買藥 OK 我看到兩個女兒都沒有戴口罩 最近心形冠狀病毒比較嚴峻 很容易受感染 我都知道的 其實我都戴了三個口罩在手袋裏面 但我不知道它們是否適合我們戴 還有我對口罩有很多疑問 那些甚麼BFE、PFE和VFE 其實它們不知道代表甚麼來的 這三個數據分別代表了對不同的過濾率 BFE就是過濾對3維米以上的細菌 BFE就是代表了它可以過濾0.1維米以上的科粒 VFE就是代表了它可以過濾0.1至5維米以上的病毒 其實我們不知道應該戴甚麼標準的口罩呢 一般上新型冠狀病毒在社區都是通過飛沫傳播的 你戴有BFE數據的口罩 已經足夠可以過濾這些經過飛沫傳播的病毒 那如果你去比較高風險的地方 可能你就需要有BFE或VFE數據的口罩 那有BFE數據這些 通常都可以再阻隔通過氣溶膠去傳播的病毒 我的口罩兩面都是白色的 那其實不知道怎樣分底面 那是否看它的上下接痕和綁帶的內外方向呢 那其實你剛才說的方法都不是完全太可靠 正確來說就像這個口罩所說 那個鼻樑的壓片吐出的地方是向外側的 口罩外側都是防水層 摸下去都會比較滑一些 反過來它內側就是比較粗 因為它是吸十層 鼻樑是向上的 那這個就會可靠一點 麻煩你啊 其實戴著口罩有時感到頭暈 我應該怎樣做呢 如果出現了你剛才說的不適的症狀 我就建議你走到比較凶悍的地方 那人小的地方都可以脫下一個口罩 吸回一些新鮮的空氣 那如果就繼續有頭暈這些症狀 我都建議你去看看醫生 媽媽 我要戴口罩啊 我也要啊 唉 現在的小動口罩呢 很難買啊 唯有給他戴著一些大人口罩先啦 但是呢 他們又經常透露那些口罩太大 很容易脫出來 那真是麻煩啊 那當然呢 兒童都應該戴上適合兒童戴的口罩的 但是如果很緊急之下 又沒有兒童口罩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將一個成人口罩做些改裝 是給小朋友戴的 不如我就示範一下給你看啦 那成人口罩將它轉成小朋友口罩呢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個外側就向外這樣摺 之後呢 在旁邊再用這樣的方法 來將它綁實 打開就會將一個成人的口罩 變成一個小朋友的口罩了 是啊 沒有那麼鬆啊 日仔絲哥哥 我常用酒精初手日 皮膚很容易就紅了 那怎麼會護你呢 那市面上那些酒精呢 一般上都是60至80%左右 當你用酒精塗上皮膚的時候 酒精本身都會令皮膚的水脫水的 那這段時間就會令皮膚有點紅腫 那怎麼辦啊 那其實要預防這種情況呢 我們在選購酒精初手液的時候 可以選一些裡面有金油 或者是有盧匯成份的那些產品 在家裡呢 反而你就可以用鹼液去洗手的 鹼液洗手的話呢 會比酒精初手液更清潔的 多謝你啊 藥劑師哥哥 哦 不用客氣 下集 藥劑師將會繼續為高小姐 進行診斷和配藥 葵家社康會由專職醫療團隊 包括護士 藥劑師 物理治療師 營養師 聯同社工 和其他義工所組成的 社區健康管理中心 目標是提升會員的健康息能 擁有健康的能力 和善用醫療服務 葵清區的 在職低收入人士及其家庭成員 都可以免費申請成為會員